那些你想不到的动物叫声 妄恶之源 海鸥的叫声大家都知道 可它真实的叫声是这样 又一个耳熟能详的表情包 吐波鼠的叫声啊 可它真实叫声是这样的 每周十小时后叫声如鸟鸟 可长大后 这是海豹 可小时候的叫声你知道吗 鳄鱼作为恐龙时代延续的产物 叫声喝恐龙叫也有几分神似 可小时候的叫声你知道吗 很少有人听到大熊猫的叫声 都以为它是音音怪 可它真实的叫声是这样的 威猛的大骆驼是这样叫的 可它们小时候 青鸟会模仿很多声音 因此它的叫声一直是个谜 这是小鹿的叫声奶生奶气的 就像人类叫妈妈一样 但有一种鹿是这样叫的 Marco E爆该叫我 发作为啥啥蛹 这就是猎猫小时候的叫声 如鸟鸣一般 大女意想不到的是 她长大后的叫声 这是金头罐 看她呆头呆脑的样子 她的叫声就应该属于满腹类型 但真正听到她的叫声的时候 你又会满臂好一会儿 这是小时候的鸟实在是太可爱了 可她长大后是这样叫的 接下来的是赫赫有名的藏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藏狐的叫声会和狐狸差距那么大 这是考拉 感觉就像一个毛绒玩具 你想不到的是 她是这样叫的 这是大师兄 刚刚拿到太上老金仙丹的时候 开心极了 可有些猴子是这样叫的 左摇右摆的南飞企鹅是不是很可爱 可奇怪的是她的叫声 斑马线我们经常走 可你听过斑马叫吗 这么可爱的猫头鹰 你猜她的声音好不好听 乌龟的长兽令人羡慕不已 可很少人听过她们的声音 大家在动物园里见过大象吗 听过大象的的声音吗 小水塔带门带门的 果然声音也很带门 最后 让我们一起听一下 馒头蛙的叫声吧